为期30天的书醒计划 是准备餐餐送进苏州的医院里 要有足够营养也要有丰富菜色 素食的好处大厨最知道 从2012年开始进入素食行业 以前是做婚的 没接触素食不知道素食那么好 我已经吃素也五年多了 一人一份饭量菜量完全不吝啬 还有手写卡片为医护带来暖流 带着150份便当 志工前往四家医院进行分送 营养的 还是有机 你看这是还有我们的一个祝福卡片 祝福你 你看到那个粉的骨类 有很多的骨类 所以你们可以靠来喝 原来很单纯的只是想说 写一个卡片来感恩我们的医护同仁 那也听到上人深深在呼吁 挥束不可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藉由这个推广如数的方式 也让我们的医护同仁 在关怀的同时 也让他们能够有这个素食的观念 然后吃的好跟不好 真的跟我们讲 群组理好评回馈不断 疫情当前医护带头持进健康 更能战胜病毒 大家新闻 真善美志工 孙小梅 吴伟 顾浩 江苏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人